這真是很酷的酒 哇 今天我們這款酒對於很多威士忌愛好者來說 應該是個非常熟悉的蒸留場 是日光Nika Nika是日本創始最早的一個蒸留場之一 今天我們這個並不是日光的威士忌 而是它的一款GEN Nika Coffee GEN Coffee其實是個人的名字 它是第一個發明連續蒸留技術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出來說 這個是用傳統的最早版本的連續蒸留器蒸留出來的GEN 看一下 看顏色看顏色它是無色透明的 所以我們現在聞 非常濃的杜松子味道 多多少少還帶一些花香味在裡面 很有意思是它裡面還有在帶一些 好像有點綠茶的這種味道 這款GEN 這款GEN 就是除了我鼻子上聞到那些味道之外 它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它有非常重的這種檸檬的味道 沒有比它更加適合做一個經典的最原始版本的 Hoffman House Martini Hoffman House Martini是怎麼樣子呢 是60毫升的GEN 20毫升的甘味美食 最後涼撒了成為苦菌 加冰 然後攪拌 這會是一個很好的檸檬 倒出來 傳統的Hoffman House Martini 那個時候是不會在你的檸檬裡面放橄欖的 那個時候的裝飾一定是一圈檸檬皮 聞到那個檸檬的味道 正好可以跟這個GEN本身特有的檸檬味道 可以相互印相互襯托 所以對著你的杯子 用你的橙皮刀 往上面刮 這樣的話那個油會噴在你這個杯子上面 跟這個GEN本身有的檸檬味道 可以相互印 再把最後那點油擠出來 刮杯 Hoffman House Martini 我會看到以前的激電 CAD M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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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